解密红海危机 东方信使 2024年1月21日 进来媒体上霸占时政头条的红海危机 是指野门胡塞武装自2023年10月18日起 多次袭击穿越红海的各国商船而引发的国际危机 应该是中东地区害以战争的外议 红海经苏伊士运河是全球航运的重要通道 每年数以万计的船舶再次穿梭 红海危机的发生迫使很多船舶改到绕行 这对国际航运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因为它是本不该发生的人为事件 此外 红海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线之一 其不稳定性 对全球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里需明确一个概念 也门胡塞武装不代表也门政府和国家 而是也门的一个区域性 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实力派 其势力范围占全国总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个概念如同眼下激战震撼的海以战争 不能称作巴以战争一样 因为在加沙走廊占山为王的哈马斯 只占据一块巴勒斯坦的飞地 只代表这一区域 而并不代表整个巴勒斯坦国家和政府 在此强调胡塞的身份 是因为有些自媒体 甚至官媒 名嘴 有时都分不清 也门 作为一个国家 在国际社会几乎没有存在感 那是因为本来就不富裕的也门 还分成了四派 逗了个昏天黑地 生生把也门经济 拖垮到阿拉伯国家的贫穷之最 也门胡塞运动的前身是信仰青年 于1992年 在也门北部萨达省建立 创立者为在德派宗教领袖 侯赛因胡塞 2004年 侯赛因胡塞开始武装起义 在与政府军的战斗中阵亡 于是 追随者将信仰青年组织 改名为胡塞 以示永远纪念 此后胡塞组织与也门政府冲突不断 直至2010年 双方才签署了停火协议 由于宗教派比了一脉相承 胡塞得到了伊朗的支持 却跟沙特 阿联酋等穆斯林逊尼派国家 打了个不亦乐乎 最近 经中国斡旋 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 于是 胡塞与逊尼派的战争 也随之烟消云散 全球经济脉搏的平稳 关系到航运业的每次跳动 当红海到苏伊士运河 这条至关重要的国际水道 出现问题时 整个世界的经济节奏 都可能受到影响 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 比如 苏伊士运河 是埃及的国家经济支柱 通过收取过路费 埃及政府 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为解决红海危机问题 许多国家 提出了实施长期护航的建议 旨在通过多国联合出资 派遣军舰巡航 拦截胡塞西船的导弹 无人机 无人艇 从而确保 红海航线的运输安全 但胡塞不是亚丁温海盗 有着很强的军事能力 所以一旦局势失控 就会引发一场大战 迄今为止 已有二十多个国家 加入红海护航 其中有至少八个国家 要求匿名 据说 这些匿名国家 很可能是穆斯林国家 他们既想要航运安全 又不想落得 支持以色列的指控 野门的经济支柱 是靠石油出口 但规模很小 野门并非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成员 此次红海危机 不但重创野门自身经济 甚至对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 也是沉重的打击 用战争的术语 来形容胡塞的红海行动 那就是 坚敌八百 自损一千 属于隐阵止渴的自杀式进攻 三 对人家来说 一海路不畅 绕道而行 仅仅是增加两三成的成本而已 四 对自家来说 那可就会升级为 能否还能继续吃饱饭的事 五 国际社会 重新定义胡塞 为恐怖组织 那么 其最低烈度的反应 就是经济封锁 长此封锁下去 其结果 看看古巴的现状 就一目了然了 六 所谓的军舰护航 其实也是在执行封锁任务 向胡塞所言 红海西川行动 直到以色列停止攻击哈马斯为止 那么 受其影响 恐怕整个野门的老百姓 都要准备长期过苦日子了 这是因为 根据历史 和犹太人的性格 以色列不但不会收手 反而会变本加厉 这个道理很清晰 如果胡塞这一招数奏效了 以色列害怕了 退缩了 那么 反阿拉伯国家 以后就会天天出这一招 让以色列永无宁日 生不如死 从历史来看 以色列从来没有在意国 究竟反阿拉伯国家 说了些什么 而欧美说了什么 以色列会仔细掂量的 红海危机的持续 毫无疑问 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和俄罗斯 对于中国 一 分散了美欧战略竞争 对中国的压力 二 其船只针对欧美和以色列等 不包括中俄 所以 中国籍贯的船只不受影响 三 由于红海危机可能的长期性 其他国家船只 会考虑来华注册 四 国际商客 会积极考虑把运输业务 转给有路条的中国船家 对于俄罗斯 一 分散了美欧等西方诸国 对俄欧战争的关注力度 二 西方对俄乌战争的极限支持 以及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 看来不可能使俄罗斯屈服 继续拖下去 不但希望更加渺茫 而且恐怕世界各地 还会冒出更多的红海危机 此时此刻 如果西方任性 像打伊拉克那样大呼塞 战争方面肯定会完胜 政治方面肯定会完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